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神在旅程中的同在 参考经文 每逢云彩从账目收上去 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 《出埃及记》40章36节 我在阿巴拉契亚山道上 吃完了随身携带的最后一点花生酱 需要补充食物储备 所以在抵达银鱼峡后 我决定离开步道进城去购买食物 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进时 并不是像我这样做决定的 他们要等待神发出信号 神指示祂的子民建造一个帐幕 一个大帐篷 作为一个可移动的敬拜圣所 神要临在帐幕里 百姓可以在那里侍奉祂 神的荣耀在帐幕之上 每当祂收上去 他们就启程 跟随神的带领 去到下一个目的地 在旷野的帐幕指向多年后 将在耶路撒冷建成的圣殿 此外 帐幕和圣殿都指向另一个标志 神与祂的子民同在 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 道也就是耶稣 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原文的希腊文更确切地说 道成了肉身 设立帐幕在我们中间 我们就得以看见祂的荣耀 耶稣来 是要把神的荣耀 以肉身的形式 带到祂的百姓中间 现在借着圣灵 祂就住在我们心里 无论我们往哪里去 祂都与我们同在 祂呼召我们去服侍祂人 并应许永不撇下我们 也不离弃我们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 祢来到世上 住在我们中间 从今时直到永远 请帮助我们认识祢的同在 在我们的旅程中 带领和引导我们 去服侍祢和他人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靠岩 不想再睡 有归相 感 coordinat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